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谷歌开发者社区主导了一个在线技术分享的活动 然后我们会在每周四晚上B站直播平台 跟大家一起交流技术 活动的主要形式有在线分享 直播扣定以及话题讨论等 那时长呢通常也会在45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那活动呢是由全国各个城市的谷歌开发者社区承办的 然后我们同时也会邀请来自不同技术领域的 谷歌开发者专家 或者对技术有热情 乐意分享的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 那屏幕前呢 你如果说有乐意分享谷歌相关技术的想法呢 也欢迎大家呢参与进来 我们本期的设计说呢 是由我们西安GDG承办的 那说起GDG呢 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 有的可能参与过我们各个城市 GDG组织的线下的相关的技术活动 那它是由谷歌开发者部门发起的全球项目 那是面向谷歌和开源技术 开放技术感兴趣的开发者社区 是有对谷歌开发技术感兴趣的开发者们主导的 其内容涵盖了web Android Tensflow和Flutter和其他谷歌相关技术等 那西安GDG呢 成立于2012年 是谷歌开发者社区全球大家庭的一份子 社区中的各位组织者呢 都是来自各个行业 有着本职工作的互联网从业者 我们每年呢 也会举行数十场大大小小的技术分享活动 像IoExtenty的WTM 也就是这个女性开发者节 还有这个DevFest的 以及MitaApp 以及等各类的MitaApp等 欢迎大家呢 是关注我们西安GDG的微信公众号 也就是屏幕的右下角这一个 然后后面的话 可以参与我们线下的这个活动 尤其是西安本地的这个朋友 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呢 在微信公众号 发布我们新期活动的这个预告 那我们本期社区说呢 请来了安卓方向的这个 谷歌开发的专家 叶南老师 那由他带来呢 使用Firebase搭建安卓应用的分享 叶老师呢 在Origin中国实验室呢 担任移动架构师一职 同时呢 他也在GitHub上开源了 这个DevBreaksX这个项目 旨在通过该项目呢 让广大的安卓开发者可以用更少的代码呢 来完成更多的事情 那接下来老师在分享的功能当中 大家可以随时通过B站弹幕 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我们本次的活动讨论群进行提问 我们社区人员呢 负责整理大家提出的问题 那特别提醒的是呢 由于B站的这个弹幕字数限制不能太长 所以更推荐大家加入到讨论群进行提问 为了鼓励大家积极的参与我们本次活动 然后我们也这边也准备了一些礼品 然后会从提问的同学当中呢 抽取几位呢 送上这份礼品 那请后续抽到的同学呢 也可以留意B站私信 或者是讨论群的一个消息 那有社区人员呢 会跟大家收集这个联系方式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时间呢 交给今天的讲师叶兰老师 由他带给我们 使用Firebase搭建Android应用的分享 那叶兰老师 你这边剩下时间交给你 好的 谢谢主持人 我来共享一下屏幕 主持人 那个我我无法共享屏幕 嗯好的 我这边切一下 对对对对 你切掉就行了 呃可以看到我屏幕了吗 ok没问题 好 我那个全屏就可以了 真的 ok 好 那那我就开始分享了哈 那大家好 我是叶南 那么很高兴呢 跟大家又在社区说见面了 那今天我分享的内容呢 是如何使用这个Firebase 去搭建一个Android的应用 那在去年12月的这个 DevFest活动上呢 我曾经分享过这个话题 但是呢 当时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短 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呢 我删掉了很多内容 剩下的内容呢 也讲的比较快 那今天呢 我就想借这个机会呢 再跟大家详细的去聊 聊一聊有关这个的话题 那好 其实呢 这么一个应用哈 如果你从头到尾真的认真的讲下来呢 可能这一期的设计数呢也不太够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会尽量把之前重复的一些内容呢 快速的带过 那有兴趣呢 想了解这个细节的同学呢 可以呢 呃去看一下之前这个DevFest的回放 我呢 也把这个回放的二维码呢 放在这里了 那大家扫码就可以直接去看了 那当然了 我在那个被快速带过的页呢 也有 也加了这么样一个标志 那么这个标注上面 标明了呢 被快速带过的页呢 在那个视频里的 详细的位置 那方便大家呢 去快速搜索 好 那我们就开始讲今天的内容哈 首先我们还是先看看 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 这个应用具体长什么样子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应用 它叫Magpie 中文名称呢 就是喜鹊 那大家都知道喜鹊在中国呢 是一个吉祥的象征 而且呢 平常呢 这种鸟呢 也特别喜欢八卦 eso热闹 那么特别符合我们这个应用的气质 所以呢 我就给它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那它是 它有什么功能哈 首先它是一个社交媒体应用 所以呢 它有很多基本的元素 比如说呢 用户的信息 分享文本内容 分享视频内容 点赞评论等等 好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一个应用哈 去年我仅仅呢 是为了准备这个DiveFest的活动呢 写了一个小小的demo 不过呢 最后写来写去呢 我发现呢 都没法这个给大家一个全面的 和整体的认识 所以呢 我最后索性写成了一个小应用 当时呢 时间也比较紧 所以呢 就没给大家详细的解释 我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想法 那今天呢 我就借这个机会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哈 之前DiveFest的那个活动结束以后呢 就会有人问 那你不就做一个演讲的demo吗 有必要这么认真吗 还有就为什么还有很多后端的技术 那现在做安卓都这么卷了吗 还要学习后端 那都做成这样 肯定是是没有必要的哈 但是呢 如果你这么做了呢 它就会有很多额外的收获 比如首先哈 第一个 为什么把demo变成了一个这个应用呢 因为我相信很多这个同学呢 都会有相同的经历 就是你在学习一些新的技术的时候呢 你就会去看一些这种示例的代码 当你看完这些代码以后呢 你感觉啊 自己什么都会了 然后就去开始实践 那结果呢 用到自己的应用项目里呢 你会发现啊 也什么都不对 还是什么都不对 感觉呢 就跟没看过一样 那这个很正常 因为虽然Android的这个部分的这个 很多部分的这个示例代码 已经写得很详细了 而且内容也非常丰富 同时呢 还有很多的这个代码呢 讲的也比较详细 但是呢 它还有它自己的局限性 就是各部分的代码呢 都是相对独立的 它没有之间的互动 所以呢 大家在这个应用到实际的这个项目中的时候呢 仍然会无从下手 那么好像每个部分呢 都知道一点 但是呢 那个又感觉整体加起来就少了很多东西 仍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呢 我就想啊 是不是能写一个具体一点的 相对功能完整的应用呢 来填补这些空缺 帮大家呢 更全面的了解 如何去使用Android 还有Firebase提供的各种技术 来完成一个应用的开发 那第二点哈 就是为什么这里面还有很多后端的技术 那作为一个从事了多年 这个Android开发的老程序员 我们还有必要去学习这个后端技术吗 当然是不必要了 因为书业有专攻嘛 对吧 那即使你学了 可能也没有这个专业 去做后端的同学厉害 那不过呢 现在的应用呢 实在发展的太快了 基本上呢 单机可以运行的应用呢 已经很少很少了 所以呢 你在日常的开发中呢 不得不和一些后端去打交道 那么我们会经常遇到呢 这个后端的团队呢 支持的跟不上 或者呢 你是一个原型项目 压根就不会有后端的团队支持你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有一些后端的基本的这个技术 再加上类似于Firebase这样的无服务化的这个技术的支持呢 不仅可以帮你完成本来很多你不能完成的任务 同时呢 还有可能让你事半功倍 那么最后一点啊 我鼓励大家去掌握一些后端技术呢 是因为我觉得它还可以帮助团队呢 去更好的协作和互补 那之前呢 有人跟我聊完啊 有的小伙伴就觉得 的确学一些后端是有必要的啊 他就自己开始去学去了 那么技术呢 也是突飞猛进 不过呢 就没想到他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啊 他就去和他们公司的后端去查架去了 他觉得人家做的这个也不对 那个也不对 做的都什么玩意儿 还没我自己新学的做的好 是吧 那这肯定不是我的本意啊 我希望呢 做Android同学呢 去掌握一些后端的技术呢 是希望呢 做前端的同学呢 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做后端同学这个开发的 这个日常的苦与乐哈 你很快呢 就能明白 为什么他们有些接口呢 会定义成这样 为什么他们有些逻辑呢 写的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你会发现 你自己写到最后的时候 也是那个样子的 所以呢 通过不断的接触一些后端的技术呢 你可能呢 就会知道如何能才 才能跟这个后端的同学呢 去更好地进行交流 什么样的方式呢 才是这个提高团队 合作效率最有效的手段 好 那么给大家先灌了一些毒鸡汤啊 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个应用的介绍 当然大家呢 在后面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弹幕或者那个群里面提问 我会在这个最后的环节呢 集中的去解答它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用到什么内容 好 我看一下 这是 在麦克派里呢 我们有四个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一个是用户的账号 一个是应用的数据 然后一个是应用的文件 还有最终的一个云端逻辑 那么其中呢 用户的账号呢 我们是使用Firebase Authentication支持的 配合着这个Android端的Firebase UI来完成的 那么应用的数据呢 我们会使用的是那个 Firebase提供的这个Firestore进行存储 配合着呢 Android Jetpack提供的各种组件 包括Room啊 Navigation啊 还有Paging等等 来完成本地的缓存和展示 那么应用中的所有的图片呢 我们都会使用Firebase提供的Cloud Storage 来进行存储 那么配合着这个Corel这个图片 加载器呢 完成本地的这个图片的展示 那么最后呢 整体的云端逻辑呢 我们是用Firebase提供的Cloud Function 来进行这个这个远端的调用 然后呢 本地呢 使用这个Retrofit来实现这个 这个Remote API的这个调用 好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用户的账户是如何实现的 那么在搭建用户账户系统的时候呢 我们就使用了这个Firebase提供的这个Authentication 那从后端的配置到前端能看到一个用户的界面呢 只需要大概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那如果你熟练的话 甚至于10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它 那目前呢 Firebase的Authentication呢 它支持了各种流行的OAuth平台的接入 比如说谷歌账号啊 Facebook啊 Twitter等等 同时呢 它自己也实现了一整套这个邮箱加密码的建权机制 甚至呢 包括密码重置的各种步骤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国内比较流行的 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手机号码登录 最后呢 出于对用户的隐私的考虑呢 它还支持这个匿名登录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个Firebase这个后端这个console里面 我们去如何去配置这个Firebase Authentication 好 就像我们看到右边图 这幅图这样的哈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Firebase Authentication呢 支持的登录方式呢 多达12种 而且呢 开通的每一种呢 它仅仅需要两步 第一步呢 就是打开右上角这个enable的按钮 第二步呢 就是填入一些这个和这个当前这种登录方式相关的一些配置参数 比如你使用Facebook的话呢 你就要填入呢 在Facebook开发者网站上申请的APPID 还有这个APPSecret 然后就搞定了 那么更重要的是呢 目前除了短信这个登录这个验证方式以外呢 其他登录方式呢 Firebase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而且呢 短信验证这种这个登录方式呢 每个月的前一万条呢 也是免费的 所以呢 如果呢 你是个小体量的应用来说的话 这一部分呢 基本上是不会有任何的费用开销的 好 当你在console中呢 配置好了这个登录方式之后呢 你就需要让你的应用呢 能正确的去使用它 当然这个过程也不是很复杂 因为Firebase console呢 提供了一键下载配置文件的功能 那右边这张图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那有一个叫TinyBlog Debug的应用 那这个就是MagPi这个应用的一个调试版本 在配置中呢 新建这么一个客户端呢 我们需要提供应用的名称 应用的包名 还有这个应用签名时候呢 使用的这个密钥的SHA指纹 那么之后你就可以呢 下载这个叫Google Services.json的文件呢 把它呢 放到APP这个目录里就可以了 剩下的你就可以交给Firebase SDK来做了 它会自动的加载这个文件 来正确的配置客户端的各种参数 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例子哈 那么我们还得再说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例子 因为在实际的开发中呢 应用呢会提供各种不同的编译版本 比如说开发版本 预生产环境版本 实际的线上版本等等 那简单的情况呢 当然是不同的版本呢 使用同一个Firebase项目就可以了 但是呢 很多情况下面呢 这是不现实的 就例如我们公司哈 一个这种低调呢 但是技术这个低调非常深厚的公司哈 我们的很多项目呢 是在国内开发的 但是呢 它实际上是在欧洲上线的 那由于呢 GDPR的要求呢 也就是早几年欧洲 欧盟提出来的这个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哈 正是在欧洲上线的项目呢 必须要使用一个独立的Firebase项目 这个项目呢 是不允许中国的工程师呢 去访问的 因为如果有中国的工程师呢 可以访问这个项目呢 就说明了用户的数据呢 被传到了欧盟以外的国家 那么在应用的这个GDPR合规性检查中呢 你就要声明这一条 那么流程非常麻烦 所以我们的生产环境的应用和开发版本 使用的是两个独立的Firebase项目 如此一来呢 这个应用中呢 就需要配置不同的这个 Google Service.json文件 不过呢 大家也不需要担心哈 因为Firebase对这一点也支持的非常好了 你只需要把不同的这个Firebase项目的Google Service.json文件呢 放在这个SRC这个目录呢 对应的这个不同编译类型的子目录中就可以了 编译的时候呢 Firebase提供的Gradle插件呢 它会自动的根据你编译的类型呢 去选择正确的配置文件进行打包 好 那这样的话呢 你配置就好了 配置好以后 你就可以使用它进行这个用户的验证了哈 从右边这幅图可以看一下 大家数一数其实呢核心的代码也就十行左右 那么开发者呢 就根本不需要了解什么叫OOS协议 也不需要呢 关心这个用户的Token是如何保存的 这样的话呢 就大大简化了开发者呢 在这个登录这个环节上的工作量 同时呢 也降低了这个开发者使用这项功能的一个门卡 那所以呢 非常推荐大家来使用它哈 好 那具体到MacPad中我们是如何做的 在MacPad中呢 我们提供了三种不同的登录方式 那有Google账号登录 邮箱密码登录 还有这个手机号登录 那么他们呢 都是由这个Firebase提供的这个统一的API去接入的哈 这里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那么就是在刚开始使用Firebase Authentication的时候呢 我们都一直认为哈 海外的用户呢 可能跟现在国内用户一样 都会使用这个电话号码去注册 不过经过几个项目的实践下来 我们发现对于海外的用户来说呢 使用Google账号仍然是他们的首选 大概有三分之二的用户呢 仍然会首先使用Gmail来注册和登录自己的新的账号 所以呢 对于一些出海的开发者来说的话 千万别想当人呢 把这个短信作为你们这个登录的首选方式 好 当然这个Android这段的实现呢 我们也不会自己从头开始开始开始做哈 我们会使用Google官方提供的这个一个开源的库叫Firebase UI 它呢帮我们大大的减少了登录接入时的工作量 那只需要呢 二十几行的代码呢 就能完成对各种登录方式的支持 那么右边这张图呢就是一个标准的Firebase UI实现的登录界面 当然你可能觉得这个登录首页比较简单哈 你也可以去自己定义一个登录首页 那么可能呢你只需要多加几行代码就能完成这个这个自定义了 那么右边呢就是现在MacPad一个自定义的登录首页 好我们可以看看它是怎么做的 左边呢是我们要实现的这个登录页面 那么右边呢是一些相关的代码 那么具体怎么做的我就不展开的描述了哈 主要是通过呢使用一个配置的Intent 然后呢再把调用这个Intent的这个Start Activity Result呢 方法呢封装成了一个挂起函数 那么大家想了解这个细节的话呢 就可以看一下我就右下角这标注的这个DiveFest的回放 大概呢在三分二十秒左右的地方 好那么当登录流程结束之后啊 很多同学认为这个这个最复杂的部分已经结束了哈 其实真正然头头问题的刚刚开始 为了让整体的代码呢结构更为清晰 那么优化这个逻辑和代码 我们把登录的繁琐流程的各个步骤呢定义成了不同的状态 那么根据用户的不同的操作呢 在这些状态中呢可以自由自由的切换 这里我也不详细的描述了 有兴趣同学可以自己去看一下DiveFest的回放 那么大概就在45秒左右 好 那么登录这部分就讲完了 我们再来看看应用的数据 那么应用数据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们使用了Firebase提供的Firestore来进行存储 那么Android端呢我们使用了这个Jetpack这个家族里的各种相关的组件进行这个同步和展示 好那Firebase的Firestore呢是一个云端的No Circle的文档数据库 那No Circle文档数据库呢好处呢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上网搜一下啊 也可以自己写些代码去体验一下 个人觉得就单单从开发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 绝对比一些关系性的数据库要简单的很多 那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性能啊安全啊 Firebase Firestore呢都会帮你去考虑 它可以自动的去扩展这个数据库的容量 优化性能 那提供各种全线机制呢来提高访问的安全性 那如果呢你在这个前端还使用了Firebase SDK啊 你还能享受各种更多的好处 比如说呢前端的这个多端的数据的计时同步 还有离线数据的缓存等等 首先还是看一下这个Firestore的这个控制台界面 就跟右边这个显示的这个图的样子是一样的 那有点像这个大家这个常用的这种JSON的编辑器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直接去对数据进行任何的修改 增判改查都可以 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些修改呢都是即时生效的 刚才说到了如果你的前端呢 还使用了这个Firebase提供的SDK的话呢 这些数据呢自动的就被同步到了你的前端 你可以注册一些监听器啊 来监听这些变化 从而呢更新你的代码 根据我的实际经验哈 基本上你在这个Console这端更新完数据 你打开手机呢去看一下你的界面呢 你的已经立刻就能得到这个最新的数据了 同时呢这个界面呢 这个这个Console呢也提供各种查询 组合查询 你可以呢 按照指定的条件去搜索一些数据 按照一些指定的顺序呢 对这个搜索的数据进行一些排列 非常方便 那我们就看一下MacPad到底有什么数据哈 总共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数据 首先呢第一个是Post 也就是帖子 它包含了呢用户的ID 文字的内容 相关的媒体图片的ID 那个点赞用户ID等等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用户本身的一个数据 它有用户的ID 显示的名称 用户名等等 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用户的评论 也叫comments 它包含了发帖人的用户ID 帖子的ID 文字内容 当然还有一些这个comments呢 就是也就是评论呢 还会包含它引用的其他评论的ID 那么因为Firestore呢 是一个No Circle的数据库 它可以很方便的去管理这些 树状的结构 那么特别方便这个纵向扩展 那么相对于很多关系数据库来说 数据的存储呢非常直观 在安卓这一段呢 如果你不想使用Firebase提供的SDK 来进行数据的存储的话呢 你可以使用这个Android Jetpack 这个家族提供的这个Room函数库 那呢这个你就需要自己呢 去把这些树状的结构呢 转换成一个本地可以存储的 这关系数据库的那个表 那么这些转换中间呢 你需要自己做一些转换 同时呢你可能相应的会失去一些 对数据的扩展性 至于呢如何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平衡的话呢 很难一概而论啊 需要大家根据自己的项目去体会 那我个人的经验就是 如果你的这个应用的结构非常简单 逻辑不是很复杂的话呢 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使用这个 Firebase本身提供的SDK来完成的 你呢就会有一种在写网页的感觉 就是一个JSON的串呢 就串起了整个的前端和后端 好那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前端是怎么展示的 现在我们看一下前端是怎么展示的 那么左边是一个有一张图片的帖子 那右边的是相关的两个数据结构 在客户端的这个代码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绿色的部分 绿色的部分啊 对应到我们这个代码里面呢 就是这个一个叫postitem的类 它包含了跟帖子本身相关的所有信息 文字图片点赞数 然后评论数等等 这里大家可以注意到 点赞数和评论数都被简化成数字了 而不是在前面刚才看到的那个ID的数字 因为在这个列表页面啊 具体谁点了赞 谁进行了评论呢 这些细节呢都不需要展示 所以呢这样呢 就可以大大减少客户端 再跟后端的数据通信 减少了本地缓存的数据大小 再来看看这个紫色的部分 用户的信息 那么使用的是一个叫user profile的类来描述的 那包含了用户的名称啊 用户名头像等等 好 那么问题就来了 那么我们如何是把这两种数据啊 结合到一起啊 组成一个列表反映给用户的呢 那么在后端做这个数据融合啊 数据量会比较大 那后台压力也比较大 同时呢在跟前台通讯的时候呢 会有大量的数据冗余 所以呢这里呢 我们做的是前端的这个数据融合 我们重新定义了一个新的数据结构 叫这个reach post item 那么这个数据呢 在这个post item基础上呢 我们有多加了一些关于用户的信息 那么下半部分的代码呢 就展示了我们如何去生成这个 这个reach post item的这么一个结构 列表 那么当界面需要一个列表进行展示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给他一个flow作为这个数据源 那么首先呢我们会分别的得到两个不同的flow 一个呢是latest post 它呢是一个帖子信息组成的一个flow 那么还一个呢是user profiles 那它是一个跟用户相关信息组成的flow 那么之后呢我们会调用这个调用一个combine的函数 那把这两个flow呢进行一个组合 把这个user profile列表中的各个元素呢 去叠加到对应的帖子上面 最终我们得到一个全新的这个reach post item的flow 交给界面让它去展示给用户 同时这还有一个好处啊 就这个被两个组合的这个flow呢 如果有任意一方有新的数据变化 都会重新自动去触发这个组合的过程 帮助我们保证了融合后的数据呢 一定是最新的 好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版本啊 是一个比较早期实现的版本 那么当时呢所有的帖子的数据呢 我们都是从远端全部缓存到本地 然后再展示给用户的 但是随着这个数据的数量不断增加啊 这种方式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的实现啊 我们是如何使用这个jetpack提供的 这个paging这个函数库 来实现数据的分页同步和展示的 那么上面这条代码呢 还是刚才我们前页看到的那个代码 我们刚才提到了 在应用中获取数据源的时候呢 我们会反悔给它一个 这个reach post item的这个列表的flow 那么在这个flow中的数据呢 是一个完整的帖子列表 包含了所有帖子的信息 那在屏幕下面这段代码呢 是我们使用了jetpack paging这个函数库的一个版本 那jetpack paging这个函数库呢 在总结了大量的分页的需求的基础上呢 抽象出来了一套接口的定义和实现 那么目前呢 paging3是这个paging这个组件的最新版本 那么非常推荐大家去使用这个版本 因为这个尤其你的分页数据呢 会从远端去拉取过来 因为paging3中呢 提到了这个定义了一个新的类叫 remote mediator 它可以帮你呢 去实现很多数据缓存 和页面同步的重复工作 如果你使用了paging2 这样的早期的版本呢 你要需要写很多自己的 repository层的逻辑 来完成这些功能 那么回到这个macpy这个例子上面哈 我们使用了paging3这个对帖子的存储和展示 进行重新实现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数据源不是刚才一个帖子列表的flow了 而是一个帖子的pagingdata的flow 那和左边这个帖子列表的flow相比较呢 每次返回的这个pagingdata呢 实际上是一个帖子数据的快照 它并不是完整的帖子列表 那么更像我们大家熟悉的这种数据库里的游标 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哈 我们需要呢 使用一个叫做pager的类 它作为paging这个函数库中一个重要的接口 它呢 就是连接了底层的数据呢 和上层UI组件这个中间的这个协调工作 但是呢 它不是一个可以被直接使用的这个数据源哈 我们需要先把它转换成 刚才说的这个pagingdata的flow 然后呢 再提供给上层进行使用 那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呢 我们就需要注意两点了 第一点是什么呢 是这个转化过程啊 默认是发生在UI线程里的 如果我们在paging中呢 这个使用了什么remote mediator 并且呢 这个remote mediator中呢 有一些与数据库的操作 那么我们需要这个转化过程呢 在这个IO的调度器中被执行 不然的话呢 你会得到一个非常常见的这种运行时的异常哈 第二点呢 是这个转化的结果呢 我们应该缓存到一个合理的作用域里面 在这里呢 我们使用了flow的这个catch in的方法 把这个结果呢 缓存到了viewmodel这个作用域里面 这样一来呢 当这个activity因为一些配置的变化 比如说转平 那这个导致它重启了之后呢 这些数据呢 不需要再从底端的数据库里重新读取出来 而是使用呢 被这个缓存在这个内存中的结果 直接去进行展示 从而来就可以大大的加快 这个转平时候界面恢复的速度 当然了 转换之后呢 这个过程就跟刚才 刚才的那个流程是一模一样的了 我们会调用这个两个flow的combine函数 进行一个组合 生成一个最终的reach post item的 这个paging data的这个flow 返回给上层进行展示 好 那么刚才我们多次提到了一个类啊 就是这个remote mediator 它作为pager中的一个重要的参数 当你的数据如果需要 从远端进行这个拉取的时候呢 它负责了本地的缓存 和远端的这个API的调用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 它是如何工作的 好 那么现在就看一下这个remote mediator 是如何工作的 当你使用了jetpack paging的 这个cool的时候呢 这个界面呢需要展示一个数据的时候 它呢就会生成一个remote mediator的实力 来这个协调底层的数据的变化 那么这个实力被创建之后呢 它会进行一次初始化 这个初始化的过程呢 主要的任务呢 就是返回一个所谓的叫initialize action的一个对象 从而决定这个第一次加载数据的方式 那么之后呢 remote mediator的整个的流程呢 都是由事件驱动的 主要有三种事件 refresh append和prepend 它们分别代表了这个刷新数据 这个在列表后面添加新的数据 和在列表的前端呢 去插入一些数据 这些事件呢 会被传给一个叫load的方法进行处理 处理后呢 函数需要返回一个密封类 mediator result的对象 那么如果处理出发生错误的话呢 它会返回一个arrows对象 那么如果成功的话呢 它返回的是一个success子类的对象 而这个success子类的这个对象的话呢 它呢又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成员变量 叫end of pagination reach 那么这个成员变量的话呢 如果它的值是false呢 表示呢 分页还没有达到边界 还有更多的数据需要可以拉取过来 那么如果它返回的是true呢 说明没有更多的内容需要展示了 那么分页已经滑到最底端了 这里看到啊 这个如果出入化的时候呢 我们返回的是initial launch 这个launch initial refresh的话呢 那remote mediator呢 会先收到一个refresh的事件 那在refresh事件中呢 我们一般会从这个网上拉取最新最新的内容 缓存到本地 然后展示给用户 之后呢 这个remote mediator呢 会收到 陆续收到更多的append和prepend的事件 去加载更多的内容 那么如果我们出入化呢 返回的是一个skip initial refresh的话呢 那remote mediator在出入化之后呢 什么操作都不会有 那它也不会去发送这个refresh事件 它会在这儿静静的去等待 append和prepend的事件的到来 那么remote mediator在出入化之后啊 如果用户呢 去不断的滑动这个界面的话呢 remote mediator呢 会不断的收到append和prepend的事件 那么我们需要根据当前我们缓存的状态 来决定如何去远端 拉起更多的数据到本地 那同时啊 如果远端没有更多的数据 我们还要正确的去设置 刚才提到的这个end application reach 来结束整个的分页显示 当然有些同学就会有一个误解哈 是不是我们每一次滑动的时候呢 remote mediator都会收到一个append 或prepend的事件 那实际上呢 这个出发并没有这么频繁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一次从这个服务器端 拿取30条数据到本地进行缓存 然而一屏呢 只展示5条记录的话 那么中间用户有4到5次的滑动 是不会产生任何的append 或者prepend的事件的 那所以又有同学会问 是不是我们一次拉取特别多 越多越好呢 当然这个也不是哈 因为呢 如果用户滑到这个最底端的时候 你一次呢 需要拉取很多数据回来呢 接口半天没有返回呢 本地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 没有新的数据展示给用户 用户呢 会在底端的这个列表最底端 等待很久 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用户体验 所以呢 你自己呢 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项目的需求 来调整这个之间的这个平衡 当然了 这里还有一种方式呢 可以触发这个remote mediator 去收到refresh的事件 那么就是用户呢 主动的去调用adapter的refresh接口 那么例如呢 用户想下拉刷新 获取最新的内容 这个时候呢 remote mediator会收到一个refresh事件 那么来获取当前最新的内容 到这里呢 同学可能就会很奇怪哈 这个初始化这个过程 为什么有两种返回 这个refresh事件到底起什么作用 它为什么有时候会被忽略掉 那下面我们就结合 这个MagPi这个应用的例子 来看一下具体是怎么实现 好 这里是MagPi的remote mediator的部分实现 那么完整的代码比较长哈 这里就主要列 就主要讲两个函数 一个是initialize 一个是load 首先来看initialize这个函数 那刚才我们提到过啊 这个初始化的函数呢 决定了remote mediator创建之后 第一次加载数据的方式 这里呢 我们使用当前的系统时间 去这个减去这个数据库更新的时间 然后呢 和一个预设的缓存的有效期进行比较 那么如果大于这个时间哈 我们就返回这个launch initial refresh 让remote mediator呢 去触发这个refresh事件 来把网络上最新的数据呢 拉取一下 那么如果小于这个时间哈 我们认为呢缓存其实已经是最新的了 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了 我们就不会这个需要这个refresh的这个这个动作了 我们就返回skip initial refresh 让这个paging呢 这个库呢 直接从本地的缓存里去加载内容 然后展示给用户就可以了 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处理哈 这个处理呢 和remote mediator呢 什么时候被重建呢 是有关系的 那么就举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帖子列表里面 去点击其中一篇帖子 进入了一个详情的页面 然后呢 又退回来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使用了 比如说navigation这样的这个框架的话呢 在这个navigation graph里面 帖子列表这个fragment呢 可能会被重新建立 那一旦这个fragment呢 被重新建立呢 就会生成 相应的生成一个新的remote mediator 然后的话呢 这个mediator就会做出入化了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呢 默认的这个initialize的实现呢 就会返回一个launch initial refresh 那么我们就会去远端拉取一次数据 那么如果用户反复的这个列表 和详情之间切换的话呢 这个remote mediator会反复的被出入化 那么就会反复的发这个refresh事件 那么你就会反复的去这个网上拉取数据 那大家当然都可以知道 在这个短短的这几个反复的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远端根本没有新的数据 那你这样做呢 大大的量这个浪费了这个流量的 这个应用的这个流量 同时呢 在有些低端手机上面呢 你还会看到界面的闪烁 所以呢 如果你在使用paging的时候呢 这个函数库做一些应用的开发的时候呢 你发现有上面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你不妨呢可以考虑从出主化这个函数这下手 来优化一下用户的体验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load这个函数 前面提到了remote mediator会把收到所有的事件 都传给这个load的函数 那么在这个load的函数里呢 我们会根据事件的不同的类型呢 做出不同的处理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refresh这个事件哈 首先我们目的就是要从远段拉取最新的数据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load key设成now 然后呢 去调用一个相应的接口 叫pool post page这么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实现呢 非常复杂 我就呢 就在这里不展开了 那么它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根据你传进去的一个load key呢 调用远端那个API 拉取相应的那部分的帖子到本地来 这个API呢 还会返回一个结果 叫next page key 那这个函数呢 同样会把这个key也缓存到数据库中 就像左车这样 我们传入一个空的load key API呢 从远端拉取了五篇帖子的内容 然后我们得到一个叫next page key呢 是5 这些值呢 都会被缓存到本地 那么当然这个5是一个简化的例子 在实际的实现中呢 我们是把所有帖子呢 按创建时间呢 倒序排列之后 把返回的最后一篇帖子的这个创建时间 作为这个next page key 来保存的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呢 我们拉回了五分帖子 但是呢 实际上界面只展示了三篇 接下来呢 我们假设用户会向下滑动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当屏幕上展示的三篇帖子 分别是234或者345的时候呢 这个remote mediator呢 是不会受到任何事件的 因为呢 Pager知道 我还有很多本地的缓存可以展示 不过呢 很快Pager就发现 没有东西能展示了 因为6没有了 那他就会向remote mediator发送一个append的事件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append的处理 我们会从数据控中呢 把刚才存的这个next page key 也就是5呢 给读取出来 传给这个pool post page这个函数 那去拉取更多的内容 那就可以看到像右边这样展示的 我们取到了6到8的内容 然后呢 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这个remote 这个next page key是8 好 然后呢 我们把456又展示给用户了 这个过程呢 反复的被执行 直到呢 没有新的数据为止 这时候呢 pool post page呢 就会返回一个处 我们呢 相应的就设置这个mediator result的这个 这个刚才那个end of pagination reach的 等于处的话呢 告诉上层界面 已经到镜头了 没有更多的这个内容可以展示了 这样一个无线下拉刷新的过程就结束了 好 那通过刚才我的介绍哈 大家可能觉得哇 paging这个东西好像很复杂 感觉实现了很多接口 但是啊 你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些简单的和稍微复杂点例子 你做一两个你就会发现 实际上呢 paging3呢 还是帮你省去了大量的这种重复的工作 如果你自己从头开始写的话呢 要写的东西呢 远远比这个多 所以呢 大家在应用中呢 如果有分页的需求的话呢 我还是推荐大家 非常推荐大家去使用一下这个jetpack paging这个函数库 可以帮你节省大量的时间 好啊 这个复杂的这个数据过了啊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MagPi中这个文件是如何存储的 那在MagPi中啊 用户上传的文件 我们都会用Firebase的CloudStory来进行存储 它呢 为我们提供了安全的可靠的这种 高性能的文件存储服务 如果你使用了Firebase的这个SDK的话呢 在这个下载文件的时候呢 还自带这个断点续传的功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Firebase提供的这个CloudStorage的SDK 是如何展示一张图片的 那左边大家可以看到 还是一个有一张图片的帖子 那么我们在应用中需要展示它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调用SDK的一个API 来传入一个相对的这个路径 然后呢得到一个reference 然后使用这个reference来访问文件的具体内容 非常幸运的是这个 这个Firebase的这个UI呢提供的这个开源库呢 对这个CloudStorage和这个 比较流行的这个图片加载器Glide进行这个完美的结合 那么你在Build Glider中呢 以用相应的这个库呢 你就可以使用一个Glide的扩展函数 那么传入上面这个reference 你就可以直接在一个imageview上展示这张图片了 不过这样这个简单的实现啊 是因为这个Glide得到了这个Firebase的官方支持 我们都知道目前这个市面上 还有很多其他流行的图片加载库 比如说Core啊 这个这个Pixel啊 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 那么这些这个图片流行的图片加载器呢 包括Glide的本身在内 他们都有一个最简单的加载图片的方式 那么就是通过一个URI来进行这个图片的加载 那么无论呢 你要加载的这个图片呢 是本地的资源 SD卡的文件 还是一个远端的文件 那么都需要一个 都只需要一个URI就可以是显示了 那当然了 Cloud Storage呢 也提供这样的方式 那个你可以呢 直接通过刚才得到reference 调用一个download URI的这个方法呢 就可以得到对应的一个直接下载的链接地址 不过呢 这种调用的方式呢 大家一看就很明显的 它呢 是一个带有callback的这个方法调用 它的意思呢 也就是说你不可能立刻得到这个download的URI 那么所以呢 你要想使用你这种惯用的这种 立刻得到一个URI去展示图片的方式呢 你就要自己做一下封装 那么所以呢 对于这些其他的图片加载器 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更简单的 更直接的方法来展示图片呢 那么当然还是有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麦克派是怎么做的 好 前面提到了我们可以用这个Firebase URI的扩展函数来在glide中直接显示一张图片 那么对于其他图片加载器 想直接用URI去展示图片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处理 首先呢 当一个文件被上传的cloud storage了以后呢 Firebase呢提供两种文件的访问方式 第一种呢 就是短期访问 那么开发者需要使用一个API得到一个直接访问的链接地址 然后再用这个例子去直接下载文件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download的URI一样 那么用户呢 可以通过这个API传入一些参数来定义这个短期访问的这个链接地址的有效时间 访问权限等等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 是一个长期访问的方式 当每个文件被上传之后呢 立刻就会有一个与之唯一对应的长期的访问链接的方式 但是呢 如果客户端呢 想访问这个 用这个链接地址去访问这个文件的话呢 你需要传入一个访问领牌 Access Token作为一个参数 当我们客户端使用glide和call这种流行的图片加载器的时候 那么使用短期的这种访问链接的这种方式呢 刚才我们说了 它必然会增加实现的复杂度 所以呢 我们更倾向于使用这个长期的访问方式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长期的访问链接长什么样子 好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这个访问链接的样子哈 它有三个部分是可以变化的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Bucket 它是你这个Firebase的一个项目ID 对于所有的媒体文件 它都是一样的 那么第二个呢 是一个文件的名称 FileName 它是一个拼接出来的名称 在MacPi里呢 我们是用这个media这个目录的名称 和你的这个上传文件的mediaID 之后呢 客户端就可以使用这种长期访问的列结方式来展示图片了 那么这样的呃 这个实验方式哈 既提供了一定的安全性 那么又避免了客户端呢 在显示图片中呢 做一些额外的操作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客户端是怎么来展示这个 使用这个长期链接来展示这个图片呢 左边呢 还是帖子 右边是相应的实验代码 那么在代码上半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个bind的函数 它把得到的mediaID呢 转换成了一个直接下载链接地址 好 那么这个转换的规则 就是刚才我们前一页说的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UI传给一个叫loadimage2的方法 去加载这个图片 到一个指定的imageview上面 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 对于单张图片的这个帖子的显示的话呢 如果呢 你希望这个图片呢 按照自身的秉立去显示 就需要把imageview的宽和高 都设成wrap content 但是这时候呢 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 如果你是使用call要去展示图片的话呢 如果你需要呢 去主动的去设一下这个scale这个参数 让图片呢 尽可能大的去充满这个屏幕 不然的话呢 如果你使用这个call要默认提供的 这个缩放策略 也就是fit的话呢 那么对于这种单张图片的这个帖子 在第一次加载的时候呢 图片会非常小 你随着帖子列表不断的滚动的时候呢 图片又会慢慢恢复成这个正常的大小 那么给用户的体验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呢 如果大家使用call要来进行图片展示的话 这里一定要注意 要设置这个缩放的策略 好 这里啊 就是啊 这个是关于这个firebase上传文件的部分 那么之所以介绍这儿呢 是因为这有两点很重要 一个是刚才说的那个 跟跟前面那个 那个前端实现有息相关的 一个是刚才说的那个access token 那么另一个呢 就是如何的去正确的设置catch control 但是因为在这个divefest的活动里 我已经很详细的描述过这两点的实现 和为什么要这么做 所以呢 为了节省时间呢 我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那么大家有兴趣的 就可以看一下这个divefest的回放 那么大概的时间呢 是在12分50秒左右 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acPad云端的逻辑哈 这一部分呢 和这个后端的开发接触比较多一些 那当然有了firebase这样无服务化的 无服务化的这种支持的话呢 对于Android开发人员的这个门槛呢 也被降低了很多 那么MacPad的核心逻辑是基于firebase强大的FAS 也就是function as a service来实现的 那firebase提供的cloud function呢 会根据用户的访问数量 来自动的帮你去分配这个新的实力 来充分的满足接口的并发需求 同时呢 它呢也支持和其他的各种产品的完美结合 比如说前面提到的authentication Firestore Cloud Storage 他们都有相应的事件 可以触发这个cloud function的调用 那么你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实现什么呢 比如说匿名用户注销之后呢 他的数据的自动删除 那么媒体文件上传之后呢 图片的自动生成 缩类图的自动生成 还有呢 比如说用户的评论的一些合规性检查等等 在我们看具体实现之前 我们还先是想一个重要的 比较重要的问题啊 他因为他决定了我们前后端的一些实现的架构 那就是在前面提到的各种功能 除了登录以外啊 数据存储 文件上传 还有呢 这个 比如说没有说到的什么点赞评论等等 我们是提供一套完整的 自己定义一套完整的RESTful API呢 给前端进行访问 那还是呢 直接去使用这个Firebase的各个部分提供的SDK来完成 首先我们看一下API的这个实现 用统一API来做实现 那么好处呢 就是接口统一 屏蔽了后端的实现 那么你可以用Firebase做 也可以用其他的云服务来做 甚至呢你自己搭一台主机也没有问题 那么前端的API 大于调用呢 大家可以使用比较流行的这些框架 比如说Retrofit Ktor等等 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就是我们没法享用 这个享受Firebase SDK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好处 比如刚才提到的这种离线的数据缓存 文件的断点续传 还有什么对Clyde图片加载的支持 那么如果你需要这些功能的话 你都需要自己来做这个前端的实现 那么所以这种方式呢 一般适用于一些比较大型的项目 后端逻地比较复杂 你有一些后端的团队支持的项目 同时呢 由于呢很多细节呢 需要自己实现 那么对于参与项目的开发人员 在这个技术上呢 也有一定的要求 那么另一个呢 就是SDK的实现 它的优点呢 正好跟这个API是相反的 我们可以享受SDK 给我们带来的各种便利 那么问题呢 就是前端对后端的依赖非常明显 那甚至有的时候呢 后端的一些逻辑呢 还会暴露在前端 那么这种方式呢 更适合一些这个逻辑 相对于简单的中小型项目 对上线时间要求紧 然后呢 没有这个后端经验的独立开发者 或者呢 开发人员的能力储备有限的 这种小型团队 那么更适合这种方式 来开发这个应用 那其实MagPi呢 更适合的是用这个 刚才这个第二种方式 也就是SDK的方式来实现的 那但是因为我希望给大家展示 更一个更综合的这个实力 所以呢 我还是选取了这个统一API的方式 进行实现 那么下面我就看看 云端的逻辑是什么样的 那么这就是MagPi提供的主要的API 那不是每个都列出来了 只是一些主要的 那么具体的功能呢 我就不一一描述了 大家通过名字也能大概其了解一下 那么需要注意一点呢 就是这个 这个刚才已经提到过了 帖子列表一定是要分页的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也没分页做 不分页做呢 也可以除非你能保证 最终你所有的用户的 发的帖子加起来 永远不超过1000条 那么不然的话呢 那个API返回数据漫步说 在有些低端机上 你做这个JSON解析的时候呢 就直接APP就会崩掉 当然了 大家也不要害怕这个分页啊 Android一段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你可以用这个Jetpack 提供的paging cool 来做这个实现 后端呢 Fairbase呢 它这个Fairstore呢 也提供了相应的两个参数 叫Start After和Limit 然后呢它可以帮助你呢 更方便的去进行 分页的查询返回数据 这这里具体的 我就不进行这个展开的描述了 大家有兴趣 可以自己下来去研究一下 不是很难 好 那么有了API 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么把这个API 部署到这个Cloud function上面 那么一般有两种 比较常见的方式 那么一种呢 是把一个完整的 Express框架的这个应用呢 直接部署到一个 单独的节点上 那么所有的API访问呢 都会从这个叫做APP的函数入口进入 然后呢 通过Express框架 提供给大家的这种路由的功能呢 再跳转到相应的实现上面 那么这种实现方式的好处是什么 那么开发简单 对于一些这个有这个熟悉 Express框架的同学呢 基本上就没有学习成本了 那其次呢 就是后端的逻辑呢 是以这种APP为单位 进行迁入迁出的 那么迁移的工作量很小 那但是它的问题呢 问题就是呢 这个扩容的力度太粗了 那么是以这个APP为单位的 那这个力度粗呢 它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前面提到的 这个Firebase在响应一个API请求的时候呢 如果它决定要生成一个新的主机实力 来这个满足这个并发需求的时候呢 它会把这个APP整个这个复制一份 然后启动 那么如果你的APP实现呢 非常庞大 逻辑非常复杂 那么新建一个主机实力 还有这个代码的加载 它的开销和花费都是相当高的 那么同时呢 它也意味着你 要对这个能启动的时间呢 进行认真的优化 好 那再看看这种部署灵活的这种 颗粒度比较细的多入口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呢 每个API都被拆分出来了 部署到一个独立的函数入口上面 那么函数呢 对应直接对应着具体的实现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部署灵活 那么按照前面介绍的哈 如果你需要一个新建一个实力 来进行这个并发的这个请求的时候呢 Firebase呢 也只需要复制和运行 当前被调用的这个API的实现就好了 而不需要把整个的APP的逻辑 逻辑都复制一份再运行 那么相应的 自然而言 这个能启动的时间也就大大缩短了 但是呢 相对的这个APP的迁移呢 这个工作量就比较大了 女校自己做这个API的拆分合并 依赖关系的导入导出 那比较麻烦 那MagPi在部署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的呢 还是这种 就是整体的APP的部署方式 因为这MagPi的后端的实现并不复杂 那么你把它拆分出来了的话呢 反而这个优势呢 并不是很明显 工作量变大 好 那最后再看一个这个高量的部分 这个高量的部分 他表示呢 我们把这个逻辑呢 部署在了 整体部署在了一个叫 Asia East的这个区域的服务器上面 如果我们不指定 默认的Cloud Function 会部署到美国西部的服务器上面 那么一般情况下面 我推荐大家把这个云端的逻辑呢 和自己的数据库文件存储 部署到同一个区域上面 因为这样呢 不仅可以大大优化 这个互相访问的速度啊 而且会给你节省很多 这个跨区域流量访问的费用 因为Firebase里面所有的文件 所有的这个服务呢 相互访问的时候 有如果有跨区域的数据传输的话呢 这个费用是另行计算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个接口啊 就是这个点赞这个接口 为什么要介绍这个接口呢 因为这个接口呢 有点特殊 那么来自不同人的 这个点赞的请求呢 会同时的去修改 一篇帖子的数据 就像左边展示这样 所有参与点赞人的ID呢 都会被记录在 同一个帖子的这个数据结构中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Firebase 提供的这个数据库事务 Transaction 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那好 那虽然呢 我们前面提到了 Firebase呢 可以不断的帮我们新建 新的主机实力 来响应这个并发的请求 但是呢 当你的实现中呢 使用到了数据库事务的话呢 创建再多的实力也没有用 对于同一个帖子 最后这个修改操作呢 都会被Transaction锁在这里面 那么 那么有什么优化的方式啊 那一个 第一个优化的方式 就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就是呢 在部署Cloud Function的时候呢 要选择和你建立Firestore数据中心 相同的区域 这样呢 就来保可以保证呢 Cloud Function 在操作Firestore的时候呢 延迟是最小的 但是呢 这种优化方式啊 仅仅呢 能缩短单次的访问时间 当冰发量大的时候呢 问题呢 依然存在 所以呢 我们还是需要从其他的角度 来对这个性能进行一个优化 那对于像点赞这样高频发生的API 你想打到比较好的这种用户体验的话呢 就需要前端和后端呢 相互配合来实现 那么主要呢 就是前端先更新 然后再通过后端的一个简单的消息队列呢 把同步的操作一步化 之后呢 再次同步结果 那之前呢 这DiveFast的活动里呢 我已经详细介绍了这个过程了 所以呢 在这里就不详细的说明了 那么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回放 大概的时间呢 在19分50秒左右 好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如何来实现这个点赞功能的优化 在后端呢 我们主要利用这个Cloud Function提供的这个触发函数 那么简单的模拟了一个这个消息队列的这个机制 来缓解高并发访问对这个接口性能的影响 我们看到Cloud Function呢 在这个Firestore数据库有变化的时候呢 可以触发这个函数的调用 来呢 对数据做一些额外的处理 那么我们对于这种机制呢 还可以用来做一些什么其他的功能呢 那么之前提到过了哈 就是在Android端去展示帖子列表的时候呢 我们会写是一个这篇帖子相关的评论数 我们之前也看到了在Firebase中呢 关于评论呢 我们是存在另外一个集合里的 那所以这个帖子数 这个帖子数点这个评论数如何得到的呢 那么一种方式啊 就简单的我们在返回帖子列表的时候呢 临时去计算一下这个列表里所有帖子的评论数 然后再返回给前端 那显然这个不是特别靠谱啊 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呢 是我们在评论有变动的时候呢 都去更新一下这个帖子相关的这个属性 来保持这个数字呢 和这个我们数据库里的所有评论的数据一致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获取帖子列表的时候呢 直接把这个数返回就好了 好 那么上面 从上面这幅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 APP呢 是我们部署的整个应用的逻辑 而下面这个呢 所谓的这个叫 count comments of post呢 就是我们部署的一个触发器函数 这个触发器函数呢 在这个comments这个集合下面 有任何一个对子文档呢 进行修 被修改过了以后呢 就会被调用 这些修改包括呢 新建一个评论 删除一个评论 以及评论被修改过 它都会被调用 那么在右侧的函数实现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么一个 所谓的这个函数叫 recalculate comments count 那么这个函数呢 它就来帮我们 重新来计算一下 这个帖子的这个评论数 那么每当一个 这个评论被创建 或者被删除之后呢 这个函数呢 都会被调用一下 重新去计算这个评论数 那好 我们这里 看到哈 我们在这个具体实现里面的话呢 我们会取出这个评论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帖子ID 然后取出和这个帖子 相关的所有的评论 然后去计算一下个数 再写回帖子的数据中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函数实现啊 我们每次都要取出 所有相关的评论 然后统统一的算一个个数 再写回这个数据库 而不是呢 根据这个事件触发的类型 比如说是新增评论 或者删除评论 来对这个评论 进行一个加一 或者简易的操作 那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在Firebase的文章中提到过哈 同一个类型的事件 可能会被触发不止一次 比如说呢 当一个这个帖子的评论被删除以后呢 可能会导致这个触发的函数呢 被调用两次 并且呢 传起来的事件类型的都是评论被删除了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简单去做加一或者简易的这个操作的话呢 就会导致这个结果呢 被重复计算 最终的这个数据是不对的 所以呢 大家在实现这个Cloud Function的触发函数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这个实现的这个独立性和密等性 好 那么刚才内容呢 比较多哈 希望我的讲解呢 可以帮助大家 那么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这个 如何使用这Android和Firebase呢 提供的各种功能来开发自己应用 那么大家呢 可以有什么问题呢 也可以提出来 我会尽可能多的帮大家去解决 那当然也不是我所有的问题都能立刻给出答案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扫这个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加我的微信 我们可以在活动之后呢 进行这个私下的交流 最后呢 如果你也是一名这个专注于Android技术多年的开发者 那么具有这个基本的英语这个交流能力哈 同时呢 你也热衷于沟通呢 和贡献本地的社区 那么非常欢迎你呢 加入我们这个谷歌开发者专家这个项目 只要呢 你有四年的Android开发的经验 那么持续一年呢 在本地社区做出突出的贡献 包括这个原代码啊 撰写技术 开源原代码啊 撰写这个技术博客 视频分享 教学 以及参加各种大型活动的演讲 你就可以申请 那么成为呢 谷歌认证的这个技术达人呢 你就可以跟更多来自全球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专家 进行这个交流 来帮助自己成长 帮助自己所在社区中的其他小伙伴共同成长 那么有兴趣的同学呢 也可以扫我的这个微信 加我 我会帮助协助推荐 那好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好 感谢老师刚刚这个精彩的分享啊 然后我们这边 老师这边 然后呢 稍微准备一下 然后接下来的QA环节 好 那刚刚演讲过程当中呢 大家没有提问的同学呢 现在也可以通过屏幕的下方的 这个 这个这个 通过弹幕或者是活动讨论型的方式 进行提问了 然后我们社区人员啊 会收集 大家的这个问题 那由于B站那个弹幕字数限制不能太长 所以更推荐大家呢 加入咱的这个讨论群进行提问 那为了鼓励大家 参与我们本次的活动 我们也会从 这个提问的同学当中 出去 几位这个送上一份小礼品 也请后续呢 抽到的同学呢 留意一下B站私信 或者是讨论群的消息 然后社区人员呢 会跟大家去收集这个联系方式 那接下来呢 老师这边你去针对这个文档上面的一些问题呢 挑选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答疑 那这边时间还交给您 嗯 好的 我来看一下哈 首先一个我看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 Firebase是在国内是如何访问的哈 那这个很不巧啊 Firebase在国内真的是访问不了 那么我曾经尝试过用各种解决方案啊 希望能能做一个比如说在国内又能使用 同时呢 后台又是用Firebase来自开发的哈 最终的答案呢 是不太可能的 我包括自己尝试去搭建一些服务器来封装API 来中间做一些中转哈 但最后呢 卡到了那个Firebase authentication的这个 这个人机交互识别这块 那没有方法能跳过去 所以目前来说呢 如果大家想在国内开发一个应用的话呢 肯定应该是使用不了Firebase的 但是呢 就是如果这个国内的同学 他的应用想出海的话呢 你想上Play Store的话呢 那目前你唯一的选择也就是Firebase 那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选择了 那么因为Firebase跟Google Play Store呢 也结合的非常紧密 所以呢 如果我非常推荐大家去来看这个Firebase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他可以 你不仅可以这个帮助你来做一些应用开发 同时就像刚才我说的 你如果是个前端的这个小伙伴 想学习一些后端的技术的话呢 也可以从这个Firebase提供的各种功能开始 因为呢 他真的是这种 为这种非后端的技术人员设计的 这种傻瓜型的这种低代码的无符画的工具 你很容易上手 对 然后我再看还有什么 这个 可 Crashlytics好用吗 对 这个 这个 Crashlytics好用还是好用 但是刚才说过了 就是你国内肯定用不了 但是你上到这个Play Store的时候 你肯定还是会用的 那么因为今天的时间呢 不太够 所以呢 我并没有给大家介绍这个 Firebase全部的功能 那么其实Firebase不光是一个开发平台 它实际上呢 涵盖了一个应用整个的生命周期的所有环节 从开发呢 到部署到最后的这个运营 它每个细节它都覆盖到了 那我们今天介绍内容的主要集中在这个开发的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 Crashlytics呢 这个它呢是在这个部署和运营中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部分 那么如果你的应用上这个Play Store的话呢 那这个 Crashlytics呢 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 那么它可以帮助你呢 去实施的追踪后 这个 这个最后这个应用部署到应用手 这个用户手机上以后呢 各种崩溃的问题 那它可以呢 帮你准确的定位这个crash的位置 包括在文件的地几行 什么代码 因为它提供的guide插件呢 可以自动的帮你在每次编译release的时候 自动上传一个map文件到Play Store上 所以呢 你当你成绩崩溃了以后 它可以准确的定位到真正的这个位置上 而且它可以提供了各种崩溃机型的参数啊 什么的 然后呢 你还可以自己定义一些变量 来帮你在这个解决崩溃的时候呢 定位当时的这个程序的上下文是什么样子 还有这个邮箱认证和这个短信认证 这个区别大 这个是挺大的哈 但是就是其实呢 如果大家了解一些oos的这个东西的话呢 其实呢 这个邮箱验证和短信验证 其实他们是在oos中的第一步 也就是来鉴别这个用户的一个身份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你输入一个 你所谓的 对你唯一的标识一个东西 比如说邮箱 或者这个你的手机号码 然后呢 它会把一个验证的code发给你 然后把这两个一匹配 那就能定位到你这个人上面了 那么其实呢 你在这个 用我刚才提到的这个Firebase UI的话呢 其实你在使用上 你在做开发的时候 不用了解更多任何细节哈 因为Firebase UI 已经帮你做了所有的这些繁琐的事情 你只是要调一个API的话 你就能直接得到这个用户ID 和一个token 然后就可以开始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呢 你如果使用Firebase的话 在开发上 他们俩是没区别的 但实际上在真正的具体实现上 他们俩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了 然后Firebase UI 支持扩展登录嘛 Firebase UI 支持扩展登录 它这个支持呢 这个第三方的这种登录方式哈 你可以把自己的自定义的 甚至于自己自定义的一些健全的机制呢 加入到这个Firebase Authentication的这个 这个过程中 甚至呢 你可以使用这个微信来 来做这个用户的登录哈 不过呢 你能扩展的部分只是 刚才我说的这个健全的部分啊 最终用户的生成和token的验证呢 还是Firebase来生成的 最后你的用户呢 还是那个数据 还是在Firebase上面的 不过呢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就是大家如果使用了这种 自定义的用户登录方式呢 你就不能用Firebase UI 来提供这个界面了 你需要自己完全去 调用它Firebase提供的API 来结合你自己开发的这个界面 来做整个的这个这个登录这段的实现 我再看看 我好这问题好多呀 那个Glide和Coyle是怎么选择的 Glide呢 是目前这个最广泛的这个被最广泛支持的一个这个图片加载器哈 那么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像这个Firebase UI呢 官方也支持它了 那么Coyle呢 是一个相对于比较这个 比较新的图片加载器 那么它呢 是对这个Cotlin做了很多优化 如果你熟悉Cotlin的话 你会更容易接受这个Coyle的这种 这个使用啊 但是具体怎么选择呢 其实没有一个唯一的标准 这很难说 其实我就感觉呢 是你自己 就是怎么说 你自己习惯用哪个 喜欢用哪个 那么你就可以选它 那么说实话呢 我在19年的时候呢 我还在使用这个 在接触这个Jetpack Compose之前 在使用这个Coyle之前 我甚至还在使这个Universal Image Loader 那么可以算是一个初代图片加载器了 我其实觉得也挺好的 这个图片的这个代码也很稳定 那么性能也没什么大问题 那所以呢其实我就建议呢 大家可以去经常参加一些像社区说这样的活动哈 看看其他人都在用什么开源库 用什么框架 那么就大概去了解一下 也不用上手 就结合自己项目 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 是不是对自己比较好 如果自己真的喜欢呢 再动手去做呢 也不迟 那所以我也建议大家 不要一直去追一些比较新的技术啊 因为太累了 那么而且容易呢 这个狗熊白棒的学了这个呢 就忘了那个了 所以呢还是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 和适合自己项目的这个库来用 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代码质量 更好的这种开发的这个效率 我再看看还有什么这个 首先先挑点跟我相关的 比如paging啊 paging使用paging老师推荐嘛 这个我这个我就怕就是怕害了你哈 这个如果这个你是个新项目的话呢 那个你我还是推荐你去用一下 因为像我刚才说的 它可以大大的节省 你在这个开发reportory层的这种 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工作哈 不过如果你你已经是一个 就是成型的或者上线的项目呢 我确你还是要慎重的去考虑一下 因为它的这个实现 的确跟你以前的一些实现的差距 怎么说呢 整个的这个实现方式有点不太一样 那么我建议呢 你可以把代码去重新的 好好的重构一下 那么可以看一看上上期这个社区说 这个王英科老师给大家讲的 这个clean architecture啊 把你的项目的模块呢 这个逻辑呢 先划分清楚 那么做好单元测试 然后你再去尝试的去改 改变它用这个paging来实现 你这个分页的缓存和这个展示哈 对 你一定要先做好这个模块的这个划分 不然的话呢 我在第一次这个把已有的项目 弄到paging上面的话 的确要了很多弯路啊 非常非常困难 就如果你已经有一个项目 作为这个基础的话 你去改 它不是很容易的 我看看还有什么 下次叶老师要再分享一下 如何做slice 这个也可以哈 下次有机会吧 对 这个remote mediator缓存的数据管理是自动的吗 还是这个手动清 可以手动清除吗 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刚才我们 就是刚才我们看了以后 它是一个事件驱动的 那么所有的实现呢 它实际上只是一个接口的定义 那么remote mediator具体实现 完全是由你来做的 你把这个缓存下的数据呢 就是你怎么去调API 把这个数据拿到本地 是完全是你自己来实现的 你存在本地 你是怎么存的 是存在数据库里 还是存在文件里 还是你想存在什么地方 都是你自己做的 所以呢 你想什么时候把它清除 就把什么时候把它清除 你不想清除 它一直留在上面 让你这个数据不断的增大呢 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看看还有什么 这个UI是不是Compost写的 那个我暂时还不是哈 因为那个当时这个时间比较紧 而且在去年准备 这个DevFest的时候呢 Compost对这个paging的支持呢 好像还是有些问题的 那么所以当时我还是选择了 使用这个比较传统的 这个就是应该说 这个UI的组件来进行开发的 那所以呢 但是这个有时间的话 我可能还是会这个 去用这个Compost写一写 因为我个人对Compost 还是比较有兴趣的 而且呢 我这个项目呢 也做了一些简单的模块划分 所以呢 在Compost重新开发的时候呢 这个可能只要改一下 上层的代码就好了 底层的这些逻辑 包括这个paging和remote mediator 这些东西呢 都不需要再重新实现了 嗯 我看看还有什么东西 数据 Store的数据加密是如何做的 呃 我不太清楚这个Store的数据加密是如何做的 就这个Store指的是 是什么东西 反正 呃 呃 就关于数据这部分的话呢 这个如果你是用Firebase的SDK来做的话呢 这个呃 这就加密就他做的 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具体怎么来做的话 如果你自己存在数据库里的话 那那那是没有什么加密的这个功能的 如果你想做加密的话 你就自己来来做就可以了 对 所以呢 我推荐的就是假如说呢 你对于这个就是一些这个独立的开发者 会对于一些小型团队呢 如果呢 你比较担心你的数据在本地的一些安全性 包括你整个各种逻辑的一些安全性 或者一些你不太能确定你是否能掌握的这种部分呢 你就用Firebase SDK来做 包括你的后台逻辑用Firebase的cloud function来做的话呢 他的安全性他都已经帮你考虑好了 你完全就只要写你的逻辑就可以了 这就是之所以为什么把这个东西推荐给大家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可以完全不了解后端的这个工作原理 但是你能开发出一个具有后端功能的应用 要使用Firebase的时候 是不是手机需要装Google Service 是需要的 对 这个你不装的话呢 他有很多功能不能用 比如说 因为他的很多功能实际上他是在这个 因为这个Firebase他自己有一些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离线数据缓存啊 这些自动的功能呢 他后台肯定得有个Service来做 那么像我们知道 现在安卓对于后台Service的限制 那是非常严的 所以你自己的应用肯定完成不了 所以Firebase的很多功能 尤其是数据同步这些后台的功能呢 全是由Google Service来做的 所以你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使用Firebase 你不装Google Play Service的话 那应该是不能正常用的 这个MagPi的UI很漂亮 作者自己做的吗 切图是哪里切的 这个其实我本来是挺想分享的 但是时间太紧了 那么那个MagPi里面 这些图片 我推荐大家几个比较好的网站 那你想找这个免费图标的话 大家可以去这个IconFinder 那么如果你想找一些 这个比较好的图片的话 你可以去这个 unsplash.com 或者是叫pixbay.com 这两个网站都是一些这种免费的 就是不能叫没有版权 就是Free的这种Creative Common 这种License的这种 上面去找一些图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这里面 MagPi里面会用到很多动画 包括一些图的话呢 是从是用的是那个 这个Airbnb的那个Lotus 那么它你可以去找这个 LotusFile.com这个网站上呢 去可以下载很多这种免费的 动画 那么然后用这个Lotus库来进行这个展示 那么可以帮你把这个UI呢 做得更漂亮一点 对 一步的话点赞失败怎么办 点赞失败的话呢 其实呢 这个就是具体的实现呢 在这里就不是特别好给你解释 但是呢 点赞的确会失败的 那么就是在你刚才 我刚才说的就是点赞的时候呢 你先更新这个本地的一个数据库 那么然后呢 那个 你会去在后端去做这个远程的一个同步 然后当那边数据结束了以后 他会通知前端 你会再次做一次这个同步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更新 那么如果失败的话呢 用户其实不会马上看到 那么他直到下一次更新的时候 他会发现 那个点赞数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那么就是这个 他的心就没有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其实很少见哈 那么如果有的话呢 偶尔用户能见到一两次这个点赞 会有这个闪闪烁的这个效果 在微信的时候 大家有时候也能见到哈 那么这个呢 就在后台 在这个这个前端的时候呢 你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还需要做一些额外的处理 那么最简单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前端先直接更新 然后再同步后端 后端如果有问题的话 再来反回来 再刷新一下前端就好了 但是呢 这种失败的这种 让用户能感觉出来这种 这个这个效果呢 其实很难见到 你可以自己再加一些机制 如果失败的话 你再从事一次 这也是可以的 那么具体的情况呢 要看自己的这个项目的需求是什么了 好吧 就先先这么多吧 因为有的问题 这个时间也比较比较比较久了 对 下来的话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这个问题的话 可以扫我刚才那个微信 然后那个 再加我 然后我们私下再聊 好吧 主持人 好的 感谢叶乃老师这个耐心的解答 那老师这边的话 也可以出取五位提问者 然后我们送上一份礼品 好 那那个我是现在就抽 还是我们就是下来的抽 现在就抽吧 下来抽也行 要不下来抽 然后我去通知好了 因为他 因为这次选中的其实蛮多的 对 我看一下 然后再告诉 就是到时候大家如果是 应该什么 哔哩哔哩的话 大家就 就你们通过哔哩哔哩 站内私信 对吧 然后如果 我们直接在群里说一下 是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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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感谢老师 今天晚上的这个精彩分享 然后我们下一次的这个活动 是在3月31号 也就是下周四的这样一个晚上 然后活动的这个 这个话题的主题呢 是围绕Android架构演进制MVI详解 那主办的这个社区呢 是GDG 那最后呢 再一次感谢 越南老师今天晚上的精彩的分享 也感谢今天参与 网上活动的每位同学 以及设计师的工作人员 大家辛苦了 好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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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